你好, 政治揭露, 大家好 其實我錄個一刻是4月27號 晚上9點多 很感謝何啟明議員去美國大使館示威 邀請我一起喊一下麥克風 我很久都沒有在街頭活動 所以在我的頻道我會給大家 兩個版本的直播 其實我也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很喜歡街頭喊麥克風 其實說真實 躲在家裡喊麥克風 躲在家裡的那個是做節目 做節目呢, 又長又編 其實那些人不喜歡這樣聽 但那些人喜歡直播看你在街頭 做街頭戰士 看你即場說到什麼 你有什麼急財 或者是你如何面對突發的改變 如何控制場面能力 基本上小弟這幾方面呢 其實也不錯的 這方面的能力 在街頭怎樣 比如說剛才在美國領事館 那個人不斷撥我走 我理你都傻了 我當然是在美國領事館 那些英文字 領事館 在香港領事館 就站住在那裡叫一會兒 我抗議你嘛 你分開我都不知道那裡 那裡什麼地方 我當然不走 那裡是香港政府 香港的地方 不是美國領土 你有什麼資格 那些保安說我走 我理你都傻了 是不是 我觉得这些我真的挺喜欢 在这些街堂喊咪 五年前我会有喊 但是那时候还是黄尸 现在出来玩我觉得很开心 而且你站在何启明旁边 保证没有人打 因为打他你会有光环 如果我单独在那街街咪 我被人打没有新闻报 立法会议员就被人打 所以我也觉得 因为安全所以我就觉得 我很放心 喊咪就喊咪 说了很多无谓的东西 无论如何都好 希望你订阅 希望你按个铃铛 分享留言 赞好 支持我们这个台 view数不高 收入也不高 这个说回事实 经济是差了 既然经济差了 我们其他关于 我不说其他那些什么 我去美国领事馆的花税 或者是 我们叫咪的内容 你们可以再看 我和黑超哥说其他东西 比如说说说说李嘉诚 说说说大追那些 你去那边看 我今天又给你们看的 原因就是 我觉得 电视新闻说到 其实我看到 蔣麗云出来 就要求开关 郭家琪 即是郭包皮 公民党的人渣 公民党都是全部人渣的 郭榮鏗 家身边所有这些 谭文浩 大陆买楼 在惠州有楼 那你干嘛 现在反中国 这些就是人渣 对不对 你在中国 要买楼 找着 另一边在香港 倒乱 又反中国 公民党就是这些 汉奸 黑钱组织 我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会觉得 现在香港经济 我看到西方很多国家都说要重启经济 很多国家十几万 十几万个案子 比整个中国都严重 就是你看看西班牙 什么意大利 但是每个都说 开始重启经济 比如说 要开始西甲 类似的 那他们这些真的是重启的 全世界很喜欢看这些波 你不重启哪里有钱赚啊 大哥 大哥 你不重启哪里有钱赚啊 也说回事实 香港呢 过去两个月 三个月了 现在四月尾了 二十七号 我封了 这个楼湖关 近三个月了 很多香港人 做生意很困难 你国家旗有没有体谅啊 现在今天四月二十七号 我记得昨天四月二十六号的事情 一个比较晚一点的事情 中国已经宣布 湖北 已经清零 是零case 湖北是没有任何case的 即是 就算 昨天你看不到的数字 今天正直宣布 就是完全是零 即是说 他可能昨天四月二十六号 是比较晚一点的时候 已经全部出院的了 可能有些case 他本身长期病患者 不关肺炎事 他继续睡医院 是不关肺炎事 唯有就当是清零的了 他肺炎医好了 就是 武汉清零 是说得很清楚 一件事 中国现在的疫情 主要为输入居多 跟香港一样 如果香港和中国 都是以输入为主 而疫情放缓呢 就应该真真正正 不可以给那些黑议员 在那玩东西 甚至应该要五日之前 开罗湖关 互相 大陆和香港之间 不要再互相要 又说要检疫十四日 这些东西了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明白吗 这个 你重看经济 给一些 有些人做中港往来的那些 又或者给一些大陆旅客 在五一黄金周 虽然大陆今次的黄金周 未必很长 但是他们可以来香港消费一下 振兴香港 你现在香港就很难 给你美加奥柳英 或者是欧洲国家来香港 是不是 其实他们也是很严重 他们国内重启而已 起码都公平 没理由 我给你美国的人来香港 是吧 接着香港人就给他们检疫 没可能的 互相检疫的地方 最后没有的了 是不是 即机场 来汇 number 都是少的了 但是你现在第一步就是 大陆是以输入为主的疫情 而且是控制 一输入到 发觉在机场各样东西 看到外来的案子来了 就立刻扔去检疫 现在大陆都是这么做 和香港基本上 大家同等地位 不应该互相歧视 应该更快重启经济 这个我觉得 开关这件事 我跟进了蔣麗芸的发言 我希望这件事 我觉得是必须要做的 政府 不要公务员 你要证明你不是黄呢 你的A号证明你不是黄呢 麻烦你更快开关 不要玩东西 这方面我觉得很重要的 你特首 你开始要重启经济 你不能让我们香港 长期经济瓦解的 你要给大陆人来香港的 你国家旗 他根本就收 收那个外部势力的黑钱 他不用管香港人的死活 但是我们 我作为普通香港市民 我不是官方代表 我和官方没关系 和共产党没关系 我一个没关系的人 我自己去说就是 我希望你开关 我自己来说 我说回申报利益 我自己有时候 有些大陆的医生 我医开的 我也希望可以见个医生 医生帮我去 诊治一下我需要的病 就是这样 那些中医 那些中医对我有用的 他不知哪个酒 哪个药 这次疫情 中医简直是威风白面 所以有时候我去调理身体 我会去看中医 所以你开关 对小弟有利益 所以我这样鼓吹 就是说明是这样的了 第二件事 在昨天 太古城中心 其实又出现暴乱 就是你看到这个 虽然这个暴乱 不算很厉害 但是犯了限聚令 警方也有 和赵家然去推推 警方有些发言 其实赵家然说 是不当的 比如说笑赵家然没有耳朵 赵家然是民主党的区议员 但是这人是民主动力的头目 所以他们参选 有时候会用民主动力的title 所以赵家然也不是一个小头目 首先要这么说 但是赵家然和警方 可能咪来咪往 就说你没有耳朵 赵家然就说要告警方 犯了这个残疾歧视条例 理论上好像就告得通 但是我不知道警方发言里面的详细来源是怎样 我希望警方 面对这些收外部势力黑钱的人 他们有大把大壮 所以有时候对这些人渣 我说李赵家然是人渣 希望要小心一点 我呼吁警方 发言的时候 你用大声工发言 千万对这些人渣 你可以骂他 你为什么要鼓吹港独 港独 你为什么要叫人聚集 疫情没过去 你这些议员 你有没有为香港负责任 你证问他正经的事情 没问题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他 他一个残疾 他这些是 参与暴乱而有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刺青来的 不是一个荣耀 不是一个烈士的战绩 他是一个刺青 他一生人里面 他耳朵都没有了 证明他是参与暴乱的 邪恶暴乱 丑陋战败者 赵家然是这样的 但是呢 其实这个太古城中心的暴乱里面 这个违反犯罪令 不算暴乱 不过太古城中心也是曾经被破坏的 英知太古城中心 或者是英知的疑伙集团 和呢 疑伙集团跟 五家合资 美心 那两个英知都是被这些黑暴针对 有时候觉得英国人不一定帮你这些暴徒 这个我说回公道话 疑伙集团 真是惨的 你说 整美心 美心不给你这些黑暴 不给你这些暴徒 不给你那些保护费 那你们就去装修美心 连英知都搞 是不是 接着呢 英 其实基本上英国人控制的汇丰 不给你们洗黑钱 你们就去烧汇丰的狮子 今年年头元旦 有时候那些英知 虽然呢 汇丰来说呢 都有 曾经呢 帮他们呢 搞很多洗黑钱的往来 但是英国人呢 被中国人呢 实在是投诉啊 其中一个股东就是平安保险 所以他就停止了 去支持你们洗黑钱 啊 怎料你们呢 你们一不支持你的违法活动 你就烧汇丰 是不是 太古城 没有支持你们的邪恶的行为 你就去那里堵乱破坏 是不是 就是你看到 新鸿基也是这样 是吧 九仓也是这样 就是 你想想想 整天都见他搞呢 一个海港城啊 一会儿搞时代广场啊 是吧 一会儿搞 又搞 又搞 新城市广场 其实这几个地产商 我真的 点名 人家不支持你邪恶的行为 你就搞他 其他有些没有事 那些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事了 其实呢 我见 无线新闻 给大量时间 给邪恶的林卓廷说话 代表着无线新闻 是自认是黄色的 就算建制派骂你 喂 你新闻是要有立场的 怎么可以新闻没有立场啊 因为人是有基本道德的 明不明啊 你有什么理由 喂 难道你 现在香港的媒体就是 完全没有立场 假扮 然后充分给那些暴徒有立场 其实不应该访问林卓廷 是黑到密斗的嘛 没有林卓廷 没有721 是不是 其实你给那些黑议员 说这么多垃圾东西干什么呢 是不是 我其实认为就是 喂 新闻报道就是要有立场 喂 美国也是这样的啦 有些媒体就支持这个 特朗普的 就是Fox 其他的媒体就反特朗普 喂 那你美国为什么这些新闻会有立场 因为其实一个人都很难完全没有立场 是不是 就是没有可能有 喂 社会要稳定 你传媒要运作 就是你的新闻里面 你要采访要有安全 你是应该要 每一个新闻机构应该反对暴力的嘛 是不是 这些支持暴力的人 支持暴力的媒体 其实应该就说他犯了23条 是不是 就是太古城 你在那里搞破坏 同一批扯这些什么时代革命国家的人 曾经是破坏过太古城 老实实 所以我有时候都是 極其去谴责他们 这些无线新闻 其实现在我想骂的是 这些暴徒是没有人性的啦 疫情源没有那么厉害 就要瓦头 接下来我怕整个五月都是这样 很烦烟 第三样东西我说完就完了 这一节节目 首先来说 知道谭耀宗他说过 4月29日就是4月3日 人大常委将会开会 我不知道人大常委 会不会在4月29日 会有其他特别的动作 但谭耀宗说 我们其实以前说 两会是一些特别的时间 4月29日可能会宣布 5月几时开两会 两会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 在历史里面 曾经在两会完结的时候 拘捕了薄熙来 在2012年 2005年在两会结束的时候 闭幕的时候 董建华宣布辞职 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长 随时在两会完结的时候 会没有了工作 当然我又不敢肯定 林郑会没有了工作 第二件事 两会是可以处理很多法律的机制 比如说修宪 各样东西 或者人大释法 人大释法当然年终都可以中间 人大常委会释法都可以 究竟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决定 比如说 不用你林郑宣布23条 中国政府在两会 所有人大代表都投票支持就是 香港直接实施国安法呢 是不是 这些我不敢说到时候有没有可能发生 但我就会拭目以待 所以两会在两日后 29日究竟会宣布什么时候开始 会不会宣布可日 养会完结可日 又很近 这个蔡英文宣誓 蔡英文会不会宣誓的时候 原来赖清德一个 冒实的台湾 台独工作者成为一个正式的副总统的时候 是否代表他正式推广港独呢 台独呢 你正式推广台独的话 其实没有程度上 当然 中国政府也都可以 他的反分裂法是可以启动的 所以 两会绝对是一个特别的时间 所以大家 无必留意 先说就这样